慈善救援不分国界亚太区非营利组织 应对人道救援物流被灾工作坊 在新店进司堂展开第二天的研讨 讲师丢题目台下学员们兵棋推演 不同国家25个非营利组织不远迁离到台湾 全是为了一样的难题 国际震灾要让慈善物资进到灾区没那么容易 光是物流还有各种通关文件就让人很头痛 去年恶物战争直接靠着国际NGOAIRLINK帮助 总算顺利完成送毛毯的任务 去跟AIRLINK申请 然后他们就是从头到尾就是一连串的这些物流 不管是空运还是就是陆运 他们其实都会去协助 AIRLINK中文空运连结正在物流基金会 尽管全部只有16名成员却很有效率 能在许多国家协助慈善团体规划当地的物流路线 尽可能把爱心送到灾区 这位来延期的学员来自斐济的慈善团体 Piango经常从事太平洋岛国的救灾工作 对于领土破碎 特别是偏远的岛屿国家 他们经验丰富 使用网络整合资源 非常得心应手 团结力量大面对面分享 来自世界早落慈善团体了解到彼此的工作机能 也相互认识 串起全世界的慈善资源 带新闻网以前梁家明台北报导 对! 对! 非常的好 有点好 有点好 感谢 有点好